眼看着飞机离开自己却被丢包在机场 这离谱行为让民众简直气坏 在机场内坐着哭等六小时 这不愉快的经验让绰号小夜的男子非常不满 他指控日前和朋友向旅游平台订购东京迪士尼五日行 一人价格19799元 18号凌晨4点多 他和朋友抵达机场 领队却说旅客名单没你们也没有机票 他吓得联系旅游平台 一连打了20多通电话 但半夜没客服接听 只能看着其他团员离开 直到早上才联系上 两人搭乘下午一点班机飞往日本 透过Google Map找路 加上人生地不熟一度迷路 最后才抵达饭店和其他团员会合 平台上类似的旅游方案价格不贵性 不少小资族报名参加 但这回出包造成两名游客在机场心急如焚 行程也被延误 半天的延误行程来讲 旅行社要针对这个半天跟旅客进行协商 看有什么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补偿方案 旅游达人建议购买行程最好刷卡 并签署旅游契约书 如果有疑虑也可以向相关单位申诉 另外平台回应当初这个团是某家旅行社的行程 业者疏忽定错日期 当下平台立刻订机票 并负担额外的交通开销 双方已经达成和解 但对这两人来说 原先开心的旅游 心情已经大受影响 记者练缘兵王百英台中台北采访报道